先把那個環境OK 這個Python你把它下載 我上禮拜講過了 如果你 上禮拜還沒有這個環境的話你就把它 這個 Python Google一下 那當然第一個的話他會找到那個 Welcome to Python你把它download這個 download最新版本的話這邊應該3.7 那理論上你把它 不過這個我們現在的環境是已經 還原了 所以呢 需不需要重裝呢其實倒不需要 如果你上禮拜已經裝的話呢我上禮拜講過就是你把它裝在哪裡呢 裝到那個我們的低疊底下 所以你其實可以到 低疊底下看一下理論上應該都還在 那我是把它裝到所謂的那個3732這裡 那也就是說我現在已經有一個Python環境在這裡了 但是會有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可能會有問題的地方就是他的Pace 他的那個將來指向路徑會有問題 所以可能那個Pace要重新設置 那如果你上禮拜已經有灌過的話 你在低疊底下找一下 有沒有這個3732 之前是3632 現在已經3.7的升級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去下載所謂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Eclipse環境 所以Eclipse環境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也提過就是 到那個Eclipse環境 裡面就download那個32位元的 至於怎麼做的話 我們 請看 觀看上個禮拜影片好了 如果你這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外掛 掛上去 因為他本身只能夠 開發 Java 那如果說你要開發Python的話 那上 上禮拜 一直想說能不能有這個開發Python 然後呢 沒看清楚 原來那不是開發Python 所以有個小插 小插曲啦 不過我想說 會不會在過一段時間 真的有一個 Eclipse for 開發Python 我們完全不用設置 應該是有 可是什麼時候會出現 不知道 所以我上禮拜講說 我們可以 集體用那個念力 然後讓那個 他們馬上可以收到 以後的話呢 直接就下載就可以開發 那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沒有沒關係啦 我就外掛一下 把這個地方呢 外掛 那再來我們就 可以好 就是直接有一個 Eclipse的環境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還沒有結束 就是說呢 你還要再告訴Eclipse 你的Python 放在哪裡 我們剛剛不是 低疊底下 一個Python 3732 你還要讓 那個 Eclipse知道 你的Python放哪裡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才 進入 可以進入到 我們的 那個第1階段 不過還沒有結束 後面還有東西 上禮拜有同學 會想說這個東西怎麼這麼麻煩 如果你開發 VBA的話 直接怎麼樣呢 把那個VBA裡面的找到 直接就是看到Office 其實你會發現 用那個 開發VBA的好處 就是 直接把什麼呢 把那個其他命令裡面的 那個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 打勾 然後 這邊就有 已經 這個VBA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你就按右鍵就可以 插入一個模組 就可以開發了 那相較於那個Python 太麻煩了 對不對 你跟步驟 那沒辦法 因為微軟 他這個 Office商用軟體 那我們的Python是 自由軟體 OK 所以自由的代價 蠻高的 但是其實自由 之後的話 應該就簡單了 所以 你過了那個 坎之後呢 後面就會 比較是一帆風順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先把這個環境弄好 那再來還有沒有呢 我看一下喔 打開之後的話 Eclipse 會有一個另外 不預期的問題 就是JVM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太新了 應該理論都會有灌Java 因為現在 坊間用Java開發的程式太多了 你只要用Java開發就需要JVM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環境太新了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這個環境的話 請你到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有個安裝環境 我是建議把JDK先下載 下載到你自己的隨身碟吧 不過我這邊已經有下載一個 你又把這個 JDK 裝起來 那這個環境裡面有JDK 有Java的環境 就可以執行Eclipse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已經 可以把Eclipse打開 然後把那個 Python的環境告訴他 接下來你就可以測試一下 到底這個環境能不能run 那能run的話呢 後面我們就要開始 來撰寫 我們的那個 Python的程式了 不過在了解Python程式之前 可能有一些 部分的 這個訊息你可能要知道 所以我把相關部分的訊息 放在我們雲端上面 的哪裡呢 講義裡面 所以有些基本的東西 請各位先看一下講義 那講義裡面的話呢 我是有把它包成那個幾個檔 這個是環境設置 上禮拜 你就看第二個 第二個裡面的話有些相關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看雲端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的東西 那有些哪些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 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當然什麼叫變數 我想如果有寫過程式同學大家都知道 這個 它底下有些說明 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我們可以暫時存放 資料的 地方 那個地方實際上就儲存在記憶體裡面 那 Python有個特性就是說 它變數不需要先宣告 你不需要宣告 像很其他像 Java啦 或者是其他語言 都會先宣告 但是呢 Python不用宣告 那它什麼時候會產生呢 就是當你第一次賦予它值就可以 比如說A 等於3 有沒有 那等於3就是把3賦予到 A裡面去 這個時候 A的變數就存在了 你不需要說什麼宣告那個A的存在 不用 你只要我賦予東西給它 它就會存在了 OK大概會是這樣的概念 那差別只是說呢 你賦予給它的東西 如果是 是一個整數 沒有小數點的 那它就是Int 那如果是給雙引號 有沒有 或單引號 它就是自創 那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那就輔點 可能是 就float 可能是double 可能是float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這邊大概有些相關 什麼 比如說score等於80 那特別注意喔 我想 大部分同學學習語言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前後有沒有這個雙引號 跟沒有雙引號 還有有沒有小數點 大概差別在這裡 尤其是字串跟那個數字 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那在VBA裡面 它 會自動幫你轉型 就是如果你 比如說你丟 應該是丟數字 但是你丟一個字串給它 它會自動幫你轉成數字 再做加減乘出 如果是加減乘出 一定是數字啦 不能是字串 但是Python不會喔 如果你丟一個 比如說你要加減乘出 那你丟給它一個字串喔 它會跟你講說 你的形態錯誤 請你要自動轉型 沒有轉型不行喔 OK 差別可能在這裡喔 至於要怎麼轉型 還有呢 你怎麼知道 變數裡面放什麼 形態的資料 那待會我們會用例子來說明 大概有觀念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註解 註解特別注意喔 就開頭前面加一個 警的符號 只要是城市前面加警的符號的話 那後面的城市就不會執行 那VBA裡面呢 他的符號不是警是什麼呢 還記得吧 就是如果是註解的話呢 警嘛對不對喔 那如果VBA是單引號啦 OK如果單引號開頭後面就不執行 好這不一樣的差異點 那如果是Java的話呢 他是斜線斜線斜線 斜線吧 OK 不過以習慣上啦 我都會用快速鍵 我之後會跟各位講 Ctrl加斜線 他也會自動幫你 一行註解或多行註解 如果取消也是Ctrl加斜線 他就可以又幫你把註解給拿掉 好其實還蠻方便 Klip的時候蠻喜歡這一點 因為他可以快速註解 也可以快速 取消註解 另外的話呢 命名規則 特別注意喔 不能以什麼呢 數字作為變數名稱 比如說 A等於3 你不能說 1等於3 1怎麼會等於3 所以數字不能當成變數名稱 或者數字 即便你要 數字放裡面的話 你可以是A1 A1 A1有沒有 A1可以 就是1放後面 你不能放最開頭 A1可以啊 不是說裡面不能放數字 是 不能放數字開頭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你的符號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一直 有的同學習慣用什麼 那個減的符號 或者用什麼 除啊 或者是加啦 加減乘除啦 或者逗點等等的 都不能當成變數的 名稱的一個部分喔 那可以用的就是底線 underline OK 所以其實我從以前 寫程式到現在 反正只要需要 符號的話 那我就是用underline 就是最保險的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只是只有Python 其他語言 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其實你學一種語 反正 我的習慣是 不管我學哪一種語言啦 差不多 只是說就是 你大概知道一下 那所謂的保留字喔 比如說像裡面 我們用到print 你也不能當變數 比如print 等於3 不行 或者後面還用到4啦 壞喔啦 或者一些可能會一些保留字 你不能拿來當成 那個 變數名稱 那表示的方法 上禮拜有講過 3加5 然後3加5 乘4 等等的類似這樣 還有形別部分的話 比如說 字串 雙引號 int沒有小數點 floater有小數點 另外呢 最後面第三個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底下的部分 這個後面更重要 就是說如果你要放大量在 有點像 Java裡面 或者是 VBA裡面的那個 政列 政列的話 意思是說 你可以放 多個資料 在一個變數裡面 OK 但是呢 這個list的形別 跟那個 像 其他的 城市的 政列 最大不一樣 在哪裡呢 就是 那個像 VBA 你放 一個政列 裡面 如果放數字 全部都只能放數字 如果你是放文字 字串就全部放字串 但是呢 在python有一個 特點 就是說 你可以放不同形別的東西 比如說你一下子可以放那個 放數字 也可以放文字 反正你可以這樣 分別放 不過理論上是可以 但是 基本上我們比較少這樣用 都還是放一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用type的方法 去觀察 你變數裡面的東西 OK 那這個部分待會我們會來看 所以待會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做兩件事 第一個 確定 你的環境是OK的 所以我把這個環境 把它裝起來 裝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啟動看看 Eclipse 打開來 現在 那個 JVBA還沒裝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稍微看一下我們雲端上面 的這個 講義部分 第二 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先把這部分 先 看一下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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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